美国债务违约炸弹进入倒数计时 尽管美国从1960年以来 已经历经近80次的债务上线争议 但这回美国两党就这个议题协商陷入僵局 要是不幸违约 不仅会导致美国政府运作停摆 冲击就业 更会让经济陷入衰退 随着两党协商未果 拜登预计周二十六号再度与四位国会领袖会面 对此拜登强调 他对于协商进展抱持着乐观态度 对着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不断增加 投资人几乎无处可躲 根据彭博调查发现 金融专业人士中有超过半数会透过最古老的工具 也就是购买黄金来避险 美国在这几轮的量和宽松政策情况下 导致的美元的购买力下降 比利亚行购买黄金资产 其实就是对美元安全资产的信息的上市 尽管有专家提到 投资人对美元的购买力下滑 显示这些闹剧 确实对美元造成了一些伤害 但在替代选择不多的状况下 彭博调查显示 全球600多名的受访者中 他们第二拼好的资产却是美国公债 有分析师就认为 美债持有人终究会拿到钱 只是时间会晚一点 这个领案做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